好了,山里克说完这个水,我们再总结一下 马上说完了,讲了24对乘以2 一共60夹子,那么还剩6个 然后这个水写出来,你可以发现天干蜕蜴蜴蜴蜴都变成了水 那么只有3对,因为这样才能 跟六十夹子这样搭配 那么这个渐下水,就是山间的流水 地上面最高的就是山,那天上呢,这就是天河水 天上最高的,这是地上最高的,然后往下流,往下升 这个从天上一下就落到地上了,这个比较特殊 就好像这个泽挂了,地本来是这个天上最高的 为云为泽,那地上水里呢,地下面是水 为遣土地当中,那就是水上面,在这儿落地 那么底下又在洞呢,就是水底下印的倒影变成天上 地的最下面跑到天的最上面 这个只能这样去一回 有的时候确实收件牵墙 那么也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比较失传吧 所以说我们只能尽量去产生 从这个地底下呢 又最终流到哪儿 海港 这个大海水 这个是从山上 这个渗透出来的水 渐渐地变成大溪水瀑布 汇流 然后再流下去 滚滚长江东湿水 长流水 自顾长恨水长洞 流到哪儿都是 然后你要非要一汇呢 再说 这个怎么能不能再生这个 那就是地上的水蒸发到田上 那这个就是冰川融化 又又又又又又从山上落到 这个人群鬼还是五九六十最后一对了 还有反过来生土 耕舞行为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 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推土机 这个推出来了 一个一个子武大道 这个就是耕舞 路旁土呢 那旁在哪儿呢 这两边 推完了以后 两边都是土 小土堆 欣慰 就这么形象 就这么简单 然后往下呢 就变成了城头土 这个土堆越多越大 对成城头了 然后这个 雾银呢 就代表一个 一个城土 城头 那么整个一个城的 这么一个像 那么这个 鸡毛呢 就代表这个山头 代表这个城头 就是如此 下面这个也更形象 这个雾鱼丁亥 叫 这个 雾上土 从这个城外面 先是从野地 然后变成城堡 城外面 城中还有城 就自己的小的家庭了 那么丙须呢 就是代表这个 就是这个屋盖 这个丁亥呢 就是具体的瓦片 如果这个丁亥少了几个 这个丙须还在 如果丙须不在了 这个丁亥也不叫丁亥了 所以这个阳统阴呢 永远是先有这么一个像 再有这个具体的事物 这是福物 这是器 就是 我们前面都讲过 不能看以前的 前面有个没有标题的那个课 那个也是总结的 这些 好 我们最后还有更有意思 的